我做不下去了 必須找別人 沉不下去 租金漲至40萬 永和十年活瞎名店 追席燈號 一頂活瞎 對對對 在那個人愛公園那邊嘛 一個月都會吃一兩次吧 再也吃不到 我真的覺得很可惜 永和宝山路上的一鼎活虾 是许多永和人 连是十多年的共同回忆 如今悄悄在四月初吹息灯号 当地人都明白原因跟钱有关 因为那个电租的关系 有些民电 尤其很多民电 连人气民电都苦撑不了的租金 原本一个月27万 但租约到期 房东说要连同附近另一块7万电租 合并调涨到40万 房租水涨船高 一鼎活虾决定搬走 由水族大卖场接手 但新北市永和 这块黄金地点寸土寸金 房价没有最高 只有更高 根据内政部的调查 平均的这个租金行情 已经连续二十几个月 都呈现上涨的趋势 那主要还是因为房价这几年 就是可能就是有涨了一波起来 那因为房价太高 所以很多的消费者 他变成说他在官网 你如果说你房租一直调高 相对的他的利润一直去稀释 那我想最后他还是会壮士干完 选择就是可能离开 房仲说双北居大不易 民众有开店或住宿的需求 往往改成以租代购 但如今又面临高租金 这窘境该怎么解套 所以现在才会有一些租刃的立法 例如说包租办法 料理等等的修法 都表示说政府已经越约重视租刃市场这一块 因为这个需求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隐藏的商机在里 房客要经营的下去 房东才会有钱收 因为房客跟房东应该是命运共同体 那你现在急诊 可能每个月我多赚了5000块的租金 那可能导致他的经营成本增加 那你一年多2万6万而已 可是咽不知你可能一个月租他6万 你空一年你得损失72万 而以伊鼎活虾原本设点的保生路来说 居住人口较少 来客量不显著 一瓶价位落在1400到1600元 德河路约1500到1800元 永和租金最好的地段 是在4号公园周遭 一瓶突破2000元 那些有名的好吃的那些人他做不下去 那还不是一样 或许我有房东租客互惠 才是空店面闲置眼下的解决方案吧 突发中心新北报导 点马菜这正时期你过得不好吗 你有故事我有比 那任总统嗨到你 来来来喝喝阿贡 百姓的苦语痛 你也不送